大家好 我是Mira 說這麼快在這房子我住了兩年了 9月就滿兩年了 所以又是時候搬屋 唉 其實搬屋真的很麻煩 趁自己更年輕 還可以自己一個人選擇去住哪個地方 就盡量多住一些不同的環境 所以通常我自己的習慣是一兩年就會搬一次 我自己不希望跟一間屋住超過三年 所以前陣子就開始在這裡找屋 其實韓國人比較多是租約完前一個月才去找屋 但我自己就希望時間比較充裕 所以我就開始去找 因為我在韓國住了五年 搬都搬過五次 所以其實我也知道自己喜歡哪一類型的房子 那這次其實我就重新想搬回去麻煩區 就是大家熟悉的利大新村弘大合井的各一區 因為其實我現在是住在永登浦區 那是隔了一條漢江的 本身是因為我覺得我住在麻煩區太久了 我三年多都是住在麻煩區 我覺得我應該是時候去脫離一個這麼熟悉的地方了 但是後來發現我最常活動的地方都是弘大 或者最近多了就是鴨鴨亭或者是離太遠 但如果你說鴨鴨亭和離太遠 其實跟機場都有段距離的 因為之前我是很常常搬飛機的嘛 等肺炎好了之後 應該我都會回復這個很常常出國的生活 所以我選樓一定是會選一些跟機場比較近的 所以我一定不會住在首爾的東邊 那我現在這間屋就是一廳兩房 實用面積就是14平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小的 因為其實我現在坐在這個位置就是我的工作區 是在一個廳裡的嘛 我想將工作和休息的地方是再分開的 那所以呢 下一間屋我就一定會找三房 那我因為現在就是住比較高的樓層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住高的地方 那所以本身我要求是要三房 然後高樓層 交通方便 真的很重要 因為我現在住這個位置是 只是可以坐地鐵 是坐不到任何的巴士 但是我很喜歡坐巴士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我絕對會考量的地方 然後面積要大啦 那這次我希望可以找超過20平以上的 窗外看出去是有風景的 我不要看出去就是旁邊的建築物 或者是有東西遮住我的表 就是我的要求不是少 所以要符合到我這些要求的話 那那個價錢一定是超貴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新裝修的話是最好的 但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自己裝飾家 所以我覺得如果夠一點的話 只要有些技巧去裝飾的話 應該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那所以我就放棄了找新裝修 那我也是放棄了這個高層啦 因為我都知道麻袍區其實比較少高的樓 當然會有高樓 就是宿舍那些啦 但是因為宿舍實在太貴 而且因為宿舍呢 通常是所有電器那些都不包的 那我又不想特地再重新買電器 說的電器是電池爐 洗衣機 還有雪櫃 宿舍應該就不太適合我 而且因為宿舍的隔音不算太好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住宿舍 然後我都有聽到他們說 會聽到隔壁的噪音 因為他們都試過被人投訴 但是因為我的工作關係 我們經常在家 然後可能拍片的時候 也都會可能會有噪音的嘛 完全放棄了宿舍這個選擇 麻袍區是一個舊區 所以建築物呢 多數都是比較舊的 那我今次看的大部分都是片子來的 那接下來就給大家看一下 我這幾天看了什麼樓啦 第四個女生 廢話 第四個女生 第四個女生 我這幾天看了 第四個女生 畢竟人的 有些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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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麼女生 這幾天看了 我怎麼都知道 很久不見了 這間房子很大 很大 這裡有一個小塊 有很多 不停 真的 不停 一边 吃 我可以用餅蛋 太好吃了 舒服 很浓 舒服 舒服 很舒服 在冰尾 之前只能放下,有位置 对,那是 就是看 看,就像了 那,就是 那,就像是6层 那,就像是6层 到那边 这边是 那,就是 那,很像是 哇,很准 但是,你不能放进去? 是,所以 嗯 嗯 做成不小心 政府刷拳拳手 不许有效 肝後就切了 冰箱 在冰箱上 我要去冰箱 斷子 冰箱 掌握 冰箱 他要平等一夜 有什麼時候 他說有什麼時候 要多久 他有什麼時候 沒有什麼時候 有什麼時候 有什麼時候 看看 謝謝 很漂亮 你会 critically Pacif 我真的可以洗手台 。 有种痕痕。 这个瓶 tienen很介绍, 我穿得这么健碩。 但我穿得太久了。 今天我穿得到这东西。 她穿得多, 我现在穿得很漂亮。 她穿得很漂亮。 真的漂亮 很漂亮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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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快 哇! 超糟了 你们这些时候看一 Daw 这边啊一个礼物 算了 刚才可以再下去 要做完一半 这次要做了 哇 好了 剛剛看過幾個單位 基本上都是在合井 因為整個麻布區 我是沒住過合井 所以其實我也挺想住合井 因為合井本身比較旺中大正 但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房子都是偏舊的 除非好像中間有幾間 是全新裝修 所以一進去就會覺得有個 哇 超光猛 很新正 很乾淨的感覺 但因為那兩間就沒有任何的家電 所以我應該都不會考慮的 但本身我沒有特別想找有騎樓 或者有天腿 但這幾天看完樓之後 我又發覺如果有騎樓 應該都會挺正 就是我拍片又可以多一個室外的位置 所以可能呢 我之後會找一些有騎樓的單位 而且因為有騎樓或者有天台 其實價錢都是會貴一點的 但是正常啦 因為你的空間 你的面積大了 都罕有的 不是說這些片段 就一定會有騎樓的 運屋就是一個非常漫長的路程 對了 那這次呢 全部樓都是我自己去看的 因為我都在這裡住了這麼久 有租五次樓 以往呢我是會找朋友去陪我看的 但是後來又覺得 我也有這麼多的經驗 所以這次是全部都自己做的 我很久之前也有拍過一個看樓的影片 然後那裡也有說過 最重要的就是你跟地產要溝通好 你想要去看什麼類型的樓 因為這樣就不用互信那些時間 講清楚你的要求 這樣就可以很快速地產可以幫到你 然後再來就是簽約的時候 你要簽的那個單位 業主有沒有將它拿來借錢 假設如果是有的話 我就不會借 因為有機會如果業主是還不到錢給銀行的時候 銀行就會將它那個單位收走 因為本來我們是要給一大筆保證金去租屋的 所以租了那個單位的隱藏 那很大機會 那大筆保證金是拿不回來 或者是可能要等很久才拿回來 最後會搞得很心慮 所以我自己的我就寧願不會租這些樓 簽約之前一定要看到房東背景 是要很乾淨 我自己慣性簽約的時候 我就會只簽一年而已 其實之前我住延南洞的時候 我簽了兩年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住在一年多 我就很想搬 但是因為基於合約關係 我搬不到走 那其實不是說搬不到 只要你找到一個頂替你進來住的人 你就可以走了 但是問題就是你找不找到 但是韓國很有趣的是 因為你住滿一年的時候 其實它是會自動幫你延長一年的 法律是會保障你自動延長的這一年 但是如果你真的害怕的話 你說不行 我真的要一個白字黑字的證明 其實你也可以回地產跟它說 我想要一個新的合約 然後你可能是給它一點的手續費 你想走的話你就隨時可以走 我覺得自由度大很多 所以我自己會偏向跟地產說 我只會租一年而已 所以這個就是我在韓國 看樓租樓的時候 自己小小的心得 希望今天這段影片的分享 可以幫到大家 那之後就會繼續看樓 我在這間屋 弄了一個月的時間 不知道可以拍多少條影片給大家看呢 突然有些感傷 好吧 有些什麼更新 之後再跟大家說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 bye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